响应中央防疫新生活运动 台中市即日起恢复社区关怀据点健康促进活动 不过人需要落实各项的防疫措施 包含减少肢体接触 活动前后消毒环境等等 这一天市长卢秀燕也到关怀据点来探访 关心长辈们的活动情况 长辈们挥舞着双手全身动一动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但仍需保持一定社交距离 即使如此闷在家中太多天的长辈 一见到老朋友们还是相当开心 当然是很好啊 因为久久没看到了 大家都很想拥抱啊 可是又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所以在各方面来讲 眼睛的传情跟肢体上面的挥挥手 这样子大家就会觉得说 就是不一样 应该出来活动活动 在家闷太久了 也感觉有一点寂寞 因为我是一直参加这个活动 就没有断过 已经有12年的期间 出来运动很欢迎 我们这些朋友 这些老师 志光老师 有爱心的 很疼心的 很关心 所以那些久没出来 现在出来 大家又记一记 很欢迎 响应中央防疫新生活运动 台中市即日起恢复411个社区关怀据点的 健康促进活动 不过仍需落实防疫措施 包含减少肢体接触 活动时间缩短 消毒环境等 让大家放心参与活动 我们会进一步的扩大 以及解除限制 那所以这段时间 第一阶段呢 虽然长辈们 可以回到我们的社区关怀据点 但是还是必须戴口罩 量体温 那同时必须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那这段时间 我们供餐 会提供餐饮 但是是合餐 或是送餐 那不能够供餐 聚在一起吃饭 这是不行 怕这个传染 市长和长辈们用擅子 代替握手 100岁的老爷爷 也跟着加入 是否表示将逐步分阶段作为 让市民逐渐恢复正常生活 记者张伟霖 台中采访报导